今天我们来聊聊 给自己一些改变的时间 带着症状去生活 焦虑症有时会令人手抖出汗 心跳加速 有一次我心跳加速的时候 忽然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 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有焦虑症 那会怎样呢 更大而化之地说 如果世界上的所有人 都会在30岁的时候得癌症 那又会怎样呢 我想如果世界真的那样了 那我们的社会文化 就不会再把癌症当成癌症 它会是一项正常的 能被我们所有人接受的客观现实 30岁前努力过好自己的人生 并为30岁后的生活做好准备 到了30岁的时候 心安理得地接受患上癌症的事实 然后一边接受治疗 一边心态平和地 继续生活 这些会成为社会化 习惯化的我们的一种主流化的生活方式 就像女性每个月的生日期一样 没有人再会对这些事情感到诧异或绝望 我们总想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 这是我们认知上的第一个误区 我们总认为当下的问题会是糟糕至极 无法忍受的 这是认知上的第二个误区 其实 人的适应性和承受能力远超我们的想象 现在的我们难以想象没有手机的生活 但是一百年前 仅靠信件联络的人们 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 人们遇到问题时通常都会思考 怎样摆脱这些问题 但痛苦也会因此越来越多 人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永远都解决不完 逃避问题只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和痛苦 正因如此 心智上的成熟和心态上的健康 便意味着一个人能够学会接受 接受生命的无偿 接受问题是永远解决不完的 接受真实的人生 在很多时候 心理咨询并不是去消除 或解决一个来访者的痛苦 而是教会来访者放弃治疗 带着症状去生活 事实上 我们每个人都带着各种各样的症状在生活 因为心灵上的痛苦 也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 问题在于 我们小的时候被灌输了一种 对人生的错误认知 认为没有痛苦的人生 才意味着幸福 幸福就意味着 没有任何烦恼和担忧 这种错误的认知 导致人们不能接纳自己的症状 不能接受焦虑 因此更加焦虑 不能接受抑郁 因此更加抑郁 不能接受恐惧 因此更加恐惧 这种不能接受的症状之上 又在不断地产生新的症状 此刻的你 应该刷新一下 对幸福人生的定义 幸福是接受痛苦的同时 对快乐的主动选择 这个定义有两层含义 一是接受痛苦 接受了痛苦 我们才不会再为痛苦烦恼 而是以一种平静的心态 将其视为寻常事物 得了癌症之后 有的人彻底放弃了正常生活 整天沉浸在消沉和绝望之中 也有的人接受了患上绝症的事实 继续享受着接下来的人生 二是主动选择 幸福的人生 是当事人主动选择的结果 你选择关注生活中痛苦和消极的一面 就会看到更多的消极 你选择关注积极和快乐的一面 你便会拥有更多的快乐 但很多人都习惯于消极的思维方式 他们意识不到快乐需要自己主动去追求 他们也不愿意去主动尝试 哈佛幸福课里提到的一个建议 给了我很大的改变 每天记下五件值得感恩的事 你也不妨试一试 或许当你明天早上起来 寻思着有什么值得感恩的事情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种和我一样的奇妙感觉 原来只是一个视角的改变 便对整个人生的理解不一样了 那各位听友 你是如何看待带着症状去生活的心态呢 也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聊聊 下集我们来说 如何做到遵从本心 不自欺 不做作 本集内容我们就聊到这里 如果您想购买纸质书籍 可以点击音频左下角链接 也欢迎点击右下角的点赞转发评论 是对主播最好的支持 欢迎继续收听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本集内容我们要聊的话题是 如何做到遵从本心 不自欺 不做作 想要做到遵从本心 不自欺 不做作 很简单 做到两点即可 第一 坚持自己的想法 并愿意为此承担应有的代价 愿意忍受不做作 不自欺 所要承受的损失 第二 能够经受超出自己能力 和需求的诱惑 国产神剧大明王朝 1566中的海瑞 可谓是遵从本心 不自欺 不做作的典范 他明白自己的核心目的 就是要反对不体恤百姓 玩弄权术 搜刮名才的家境地 所以他经受住了同僚的规劝 上司的恐吓 甚至是家境地本人的售买 他从一开始就知道 自己可能失去什么 性命 前途 家庭 但他毫不犹豫 三次向王用吉托姑 更在上书骂了皇帝之后 买了一口棺材 正因为他已经做好了 最坏的准备 实现自己的目标 可能遭受的损失 同时 也经受住了一切 超出核心目标的诱惑 所以他才能在全剧中 强硬地对天对地 谁都不怕 但活在这个社会上 又有几个人 能像海瑞那样 愿意抛弃一切 明知是死 也要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呢 人是社会性动物 这从根本上注定了 做自己是要付出代价的 一个学生不喜欢读书 不想上学 可以 这的确是他现在的本性 问题是 读书对大部分人来说 是在这个社会中 过上有保障生活的 最好出路 这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而且 一个十几岁 且没有经历过人间疾苦的人 他是没有资格 也没有能力 去确定自己 能否承受得起 不上学 所要付出的代价的 他没有经历过 不上学后 找工作的辛苦 他不知道 因为学历低 只能做一些 低端工作的艰辛 他也不知道 将来拿着微薄的月薪 在社会上生存 都艰难的自己 是否还有力气 去思考 做自己的问题 同时 在你的成长过程中 你一定会不断地 经受各种各样的诱惑 瑞达利欧的原则里面 有这样一句话 你需要学会 区分你的目标和欲望 欲望是那些 会阻碍你 实现目标的东西 一个人生月历 不够丰富的人 通常是很难拒绝诱惑的 因为很多时候 他连自己的欲望和目标 都无法分清 一个没有丰富月历 没有经历过 与社会磨合的年轻人 他很容易把自己的欲望 和目标混淆 基于欲望的趋势 想赚很多钱 想获得更多人的认可 想和更多的异性接触 这些都会被天真的他 当作人生目标 然而真正的人生目标 指的是一种 宏大的使命感 它和欲望无关 和代价也无关 使命感是 你在认清这个世界之后 开始真正思考 自己作为一个 只有短短几十年寿命的人 想要追求的意义 和创造的价值 为了这个目标 你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为了实现自己的使命 那些有诱惑里的东西 你也愿意舍弃 但是 没有丰富的阅历 没有经历过 与社会磨合的你 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孔子曰 无时有武而智于学 三时而立 四时而不惑 五时而知天命 六时而耳顺 七时而从心所欲 不于举 孔子七十岁了 才能从心所欲 而不于举 也就是说 只有到了这个境界 你才能够 遵从自己的本心 抵制住诱惑 圣贤如孔子 要达到这个目标 也要经历 不惑 知天命 耳顺这三个阶段 更何况 我们普通人呢 海瑞敢遵从本心 反对家境的时候 已经快五十岁了 而且 他也不是那种 愚直的贱臣 一部大名律 被的滚瓜烂熟 在任何情境下 他都能拿出 最合适的条文 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他头脑清醒 深谙人性 知道办案查真相 也要讲求谋划 从这个角度来看 做自己 不只是简简单单的 从心所欲 不于举 才是最核心的本质 从心所欲 和不于举 矛盾吗 逻辑上的确是矛盾的 但对于个人来说 如果那些矩已经被他内化 这时候 欲和矩已经两相融合 合二为一 这两者就没有矛盾了 遵从本心的前提 是要先降服此心 修炼此心 未经打磨的心 其实是欲望 这样的遵从本心 无非是让自己做野兽 很多年纪尚轻 阅历不足的年轻人 打着遵从本心的旗号 其实不过是 以此作为借口 逃避责任 不敢面对现实而已 给自己一个 遵从本心的安慰 就可以心安理得的 不去努力 不去探索 不去尝试 而沉溺于自我放纵 想遵从本心 先要超越欲望 超越感官的享乐 超越虚荣 超越自己的心理防御机制 还要有丰富的阅历 通达的智慧 放弃的勇气 没有这些 那些大谈特谈 归隐山林 谈虚论悬的影视 单逆于酒色声明的成功人士 多数不过是披着 看似超脱的外衣 才自欺欺人罢了 那各位听友 你怎样看待 人生里遵从本心这件事呢 也欢迎在评论区 和大家一起聊聊 本集内容我们就聊到这里 如果您想购买纸质书籍 可以点击音频左下角链接 也欢迎点击右下角的 点赞转发评论 是对主播最好的支持 欢迎继续收听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话题叫做 没有人有资格定义你 同样 你也无权定义别人 这么好的工作 你竟然辞职了 你是不是有病啊 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你真是个蠢货 你这个人太内向了 成不了大事 在我们的生活中呢 这样的批判随处可见 这样的批判是一种很原始的 试图操控他人的手段 从我们学会理解词语的时候起 父母就在用 你真是个好孩子 你真棒 这样的语言 来鼓励我们的那些好的行为 同时 他们还会用 你这孩子太坏了 这样的语言 来压制我们的那些坏的行为 我们从小就是被这样对待的 同时整个社会 也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交流和运转的 几乎没有多少人会察觉 这有什么不对的 我们通过别人对我们的评价 来认知和定义自己 通过这样一种外在评价系统 令我们每个人 都牢牢地保持着 非常多的社会属性 并在这种社会属性驱使下 令我们产生了许多的追求 从而不停地创造社会价值 以维持社会的运转 但问题在于 对于你个人而言 如果你接受了别人对你的评判 就会导致你对自己的认识 变得模糊 同时 你会被别人操控 按照别人的意愿 去做那些 别人希望你去做的事情 但我们每个人 都有着独一无二的 自己的想法 别人的评判 会和我们自己的想法 产生冲突 于是呢 这种冲突就会导致我们 处于自我分裂的状态中 正常情况下 我们能够坚持做自己 以自己的看法 感受 和对自己的认识为主导 同时 也能够从别人 对我们的评价和建议中 有选择地 重新认识和改进自己 但自我分裂的状态 往往导致人们 会抛弃自我 依据别人的期望 观点和评价 来扮演自己 他们总会怀疑 和否定自己的感受 以至于很多时候 无法分辨清楚 自己的真实感受 是什么 比如 某人因为总是 被身边的人否定 而始终无法体验到自信 并且会潜意识地认为 自己总是会失败 还有 你是否时常被你的父母 或亲密的人否定呢 你身边是否有人 常常自以为了解你 而对你妄下推断呢 你是否时常听到 有人对你说 你应该这样 你应该那样 是否有人鼓励你 你做得很好 要加油啊 是否别人告诉你 你这样令我很满意 你继续这样做 我会更喜欢你 是否有人在你耳边 喋喋不休 你要找份体面 又稳定的工作 找个好老公 买所大房子 现在 你可以不接受 这些人对你的评判 不仅仅是那些负面评价 会令你怀疑自己 别人对你的鼓励与认可 同样也会令你迷失 你现在应当意识到 没有任何人 能够评判你 我知道听到这里 你本能地想要反对我 第一 如果完全不接受 别人的评价 这也太绝对了吧 第二 别人对你的鼓励 有时候 也会起到好的作用 别人对你的贬低 有时候 反而能催你奋进 并且 有时候多听听 别人的意见 才能看到自己的不足 从而规避风险 帮自己 做出更好的选择 问题其实不是在于 结果的好坏上 而在于我们对于这套 外在评价系统的态度上 如果我们能够以自身的观念 和感受为中心的话 那当然可以有选择性地 接受别人的建议和观点 但如果我们是处在 长期习惯 遵循外在评价系统的话 那么 即便是通过 吸取别人的建议 规避了风险 通过受到别人贬低的刺激 获得了进步 这些从本质层面上来讲 也是无意义的 重点在于 你从外部评价系统本位 到自我意识本位的转移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 和生活方式 所以你需要一个适应期 这个适应期意味着 你需要一定的试错和牺牲 并且是必须的牺牲 因为只有犯了错误 才能深刻领悟到 做出改变的必要与途径 也就是说 你选择不再搭理别人 对你的评价和建议 这的确可能令你碰壁和受挫 但只有这样 你才能够形成 真正属于你自己的经验 你独自去面对风险和挫折 这样你自己才能够成长起来 人在看待问题的时候 会本能地忽略掉自己的错误 当我们在不停地谈论 别人不能定义我们的时候 其实这是在将错误 完全归结于别人 但事实上 我们自己也时常在定义 和评判别人 萌萌萌太蠢了 谁会喜欢他呢 你看那个谁脖子上 戴的那条大金链子 不就是想炫富吗 这样的话 其实也经常从我们嘴上说出 为了急于证明自己 没有那些从别人身上 体现的不好的点 为了平衡我们内心的 嫉妒与愤怒 为了控制别人 我们也会去定义和评判别人 同时 为了避免身份焦虑 逃避责任 以及自我接纳度的缺乏 很多人时常会给自己 下定义贴标签 我是一个美食控 我是个女汉子 我是一个很懦弱的人 在这个信息量过在的时代 人们普遍会陷入一种 不知道自己是谁 无法描述和表达自己的困境 于是呢 给自己贴标签 就作为一种缓解身份焦虑的手段 而被广泛使用 当一个人说出 我是女汉子的时候 其实她真正想表达的是 我希望你认为 我是个鲜明的 有独特个性的女孩 即这种贴标签的行为 并不是对她自己的准确描述 而仅仅只是通过 给自己贴的这个标签 从而令别人 对自己产生这样的印象 我很坚强 我很时髦 我很酷等等 当你工作没做好 当你做错了什么事 被上司被亲友责骂的时候 你可能会下意识地为自己辩护 我本来就是一个做事不靠谱的人呢 通过给自己贴上一个 做事不靠谱的人这样的标签 你在心理上逃避了自己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但因为你逃避了责任 你也就逃避了成长的空间 同时 一个做事不靠谱的人 这样的标签也会限制你 因为你在今后 可能真的做不好事情了 而一个自我接纳度不够的人 会非常擅长在生活中否定自己 我不够好 都是我的错 这样的标签仿佛牛皮糖一样 粘在他们身上 由于这些自我否定类标签的存在 当他在对问题进行归因的时候 几乎下意识地 就会将负面原因归结在自己身上 而无法意识到客观现实 这里的重点在于 当一个人在处理问题时 其归因倾向是指向自己的错误的 这会导致他无法应对和处理现实问题 客观层面上的问题也无法解决 同时他自己也无法得到锻炼 而对这个人而言 他所面临的问题就变成了 自身情绪和感受的问题 当人陷入情绪问题时 会令情绪问题变得越来越糟糕 只会令自我否定 自我谴责的感觉变得越来越痛苦 因此这个人会变得越来越脆弱 以至于根本无法再面对和处理现实问题 那各位朋友 你认为人是可以被定义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聊聊 下一期我们接着说 本集内容我们就聊到这里 如果您想购买纸质书籍 可以点击音频左下角链接 也欢迎点击右下角的点赞转发评论 是对主播最好的支持 欢迎继续收听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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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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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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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无法拥有独立自主成熟的人格 这样的人呢 大都非常软弱 不能面对任何的困难 当问题出现在眼前 他们头脑中的第一个想法 就是逃避 我见过了太多太多的人 不能够为自己负责 不能承担自己的责任 许多咨询者都问过这样的问题 我很痛苦 很想得到某个东西 或做成某件事 但又做不到 我该怎么办 我说 你想实现这个目标 需要先完成A 再完成B 最后完成C 就可以了 他们会说 这太难了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你能不能帮我一下子 把问题解决了 你看 其实很多人的思维模式 都是这样的 他们会下意识地 跳过付出努力 解决困难这个选项 习惯性地想要找到一种 轻松不费力的解决方式 对这样的人而言 他们无法体会到 真正有意义的生命是怎样的 在他们看来 活着就要不断盘算着 怎样将自己的快乐最大化 怎样将痛苦最小化 某些时候 将自己的责任归结于他人 也是一种试图控制别人的手段 例如 丈夫对妻子说 我是为了你 才放弃那么好的工作时 她是为了让妻子 为自己做出的牺牲负责 由此令妻子产生内疚 或者亏欠的感觉 然后她就能借由这种亏欠感 去控制她的妻子 可能很多人会说 难道妻子不应该对丈夫感到亏欠吗 就好比一对父母 为了他们的孩子日夜操劳 活得很辛苦 难道孩子不应该知恩图报吗 就好比一位爱岗敬业的老师 为了学生们辛苦工作 累倒了住进了医院 难道学生们 不该尊重这位老师吗 子女的确应该知恩图报 学生也的确应该尊敬老师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 父母就能因此左右子女的意志 老师也无权因此 要求学生好好学习 丈夫也无权因此 要求妻子为他的牺牲负责 从根本上而言 每个人的选择 只是他自己一个人的事情 你因为爱你的妻子 而选择放弃好的工作 和他在一起 这和你的妻子毫无关系 这是你在你的妻子 和你的工作之间 做出的选择 你认为和妻子在一起 对你来说更重要 也就是说 你放弃工作 选择和你妻子在一起 根本就不是为了你的妻子 而只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需求 就好比你眼前有一个苹果 在美国有一个梨 苹果和梨 你只能选一个 你几经权衡 最后选择飞到美国去吃梨 这归根结底 是因为你更想吃梨而已 你无权责怪梨 都是因为你 我才放弃了苹果 其实啊 现实中许多人会这样说 是因为他们 有这样一种思维 简单来说就是 因为我对你好 所以你就要听我的 父母试图用他们对孩子的好 来让子女成为 他们希望成为的人 老师试图用他为学生辛勤的工作 让学生好好学习 也就是说 孩子和学生 只是父母和老师 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 这种将责任推卸给别人 要求别人为自己负责的行为 还有一种最常见的表现形式 就是道德绑架 这种道德绑架 广泛存在于亲情 友情 爱情 社会功德等方面 对个人而言 我们一方面要学会 为自己的选择完全负责 另一方面 要有勇气 拒绝别人对你的道德绑架 一个人从孩子 变为成人的根本变化在于 从依赖机制 向责任机制转变 这意味着 一个人要逐渐接受生命的真相 接受痛苦是无法避免的事实 如此 他才能够为自己的生活 负起全部责任 而不再依赖别人 假如一个人在生理年龄上 已经成年 但心理上仍旧采用依赖机制 那么 他就会成为一个所谓的巨婴 那位声称 如果不是你 我早就和你爸离婚了的母亲 就是这样一个 把责任推给子女 并试图以此 来控制自己子女的巨婴 这位母亲的行为 会对他的子女造成非常明显的伤害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 可能会认为自己的存在是一个错误 他会认为是因为自己 才导致了那么多的问题和错误 他因此没有办法接纳和爱自己了 这样的子女非常容易成为第二种人 他们总会下意识地去承担别人的责任 承受许多本不属于他们的痛苦 在这种痛苦之上 他们往往还要受到内心的冲突 与自我否定的痛苦 习惯为别人承担责任 习惯将一切错误归咎于自己的人 往往脆弱而敏感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他们往往不敢 甚至根本不会表达自己的需求 他们习惯了委屈自己去成全别人 这样的心态对一个人的影响 是重大而深远的 那我们究竟该如何调整呢 下一集咱们接着聊 本集内容我们就聊到这里 如果您想购买纸质书籍 可以点击音频左下角链接 也欢迎点击右下角的点赞转发评论 是对主播最好的支持 欢迎继续收听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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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生活中再简单不过的问题 非要用漂亮的语言 分出个一二三来 说个名词就说个名词吧 后面一定要加个括号 或一串英文 才显得具有国际化事业 其实以前的我也热衷于这样做 但现在我已经明白了 大道质简的道理 无论语言多华丽 名词多专业 都是花架子 文章的核心价值 在于道出问题的本质 把根本讲清楚了 那些冗杂的修饰 都是次要的 那么要系统性的读哪些书呢 历史 法学 经济学 心理学 哲学 儒家经典 道家经典等等 这些不同的体系 你深入地研究哪一个都可以 最主要的 还是看你自己的兴趣 但一定要抓住一门学科 深入的系统的研究下去 任何一个系统性的学科 都能帮你找到一个 理解世间万物的切入点 而且切入了之后 它还会为你提供一套 完整的方法论 去分析事物 能找到切入点 还有完整的方法论去分析 具备这些能力 你就已经比百分之七八十的人 有吃回了 现实生活中 我见到的那些 真正拥有自信的人 无不对事物 有着自己清晰明确 棱角分明的看法 他觉得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不在乎就是不在乎 而且他还有充分 且完整的逻辑 去解释和支撑自己的观点 而那些不自信的人 通常都没有对于事物 清晰明确的评判 他们不敢说自己觉得 一件事对还是不对 好还是不好 即便他们能表达出 自己感性层面上的倾向 也没有严密的逻辑 去支撑和印证他们的观点 反过来说 尝试在公共场合 清晰而明确地表达出 自己对某一事物的看法 并在接受了别人的质疑和反驳之后 修正或改进自己的看法 也是一条迅速地 获得正见的途径 随着智慧层次的不断提升 你会越来越接纳和认可自我 智慧是自信的前提 或者说 自信只是智慧的附带产物 没有智慧的自信 只是自大罢了 好各位朋友 那在生活里 你是一个自信的人吗 你又是如何看待 自信这个词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聊聊 下节我们来说 怎样建立健全人格 本集内容我们就聊到这里 如果您想购买纸质书籍 可以点击音频左下角链接 也欢迎点击右下角的点赞转发评论 是对主播最好的支持 欢迎继续收听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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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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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就没有时间去理解自己了 你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抽烟 也许是成瘾 也许是因为孤独 也许是因为悲伤 如果你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有某一种想法 某一行为 这就意味着你很难改变它 如果让你抽烟的原因是悲伤 那在你没有处理好这种悲伤情绪的情况下 几乎是无法把烟戒掉的 人的自我接纳是指对完整自我的接纳 指的是纯粹地接受自己 而不是用二元对立的视角将自己割裂 在社会价值评判体系中 拼命地想要保留所谓好的自己 剔除坏的自己 完整的自我接纳 意味着你需要学会用不加评判的视角 去看待事物 包括你自己 不加评判的视角 就是完全尊重事实的视角 要做到这一点 并不是需要用什么特别的方法 你只需收回那把将自我一分为二的刀 将破碎的自我缝合起来 只有这样你才会成为那个完整的你 为此你要理解并且记住下面这些逻辑思维 所谓健全的人格 并不意味着你要将自身那些不健全的人格消除掉 这种自我分割 自我摒弃的视角 本身就意味着人格的不健康 舒展的心理状态 不是在你达到某个目标 获得某一成就后才能获得的 心理的舒展来自此时此刻 你对生命的全然接受 人格发展的过程 本质上是一个去除偏见 消除认知扭曲的过程 当你充满偏见和扭曲时 你会想 我有讨好性人格 这种人格太不健康了 我要改变这种模式 以后再也不讨好别人了 这样的视角下 你根本无法看到完整的自我 你只会局限在问题单一的症状里 就好比你是一个老板 发现员工工作不积极 想提升员工的工作效率 于是给员工们请了个讲师打鸡血 然后要求员工 每天下午将工作总结发到你的邮箱 并且严格地执行上下班打卡制度等等 但这样执行了一段时间后 你会发现 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依然提不起来 为此你感到束手无策 其实呢 问题的根源就在于 你考虑问题太单一了 局限在了问题的单一症状里 使你无法看到问题的全貌 同样的道理 讨好性人格 回避性人格 焦虑性人格等等 其根本原因都在于你过去的生活体验中 你只会用这一种生活模式生活 而对于其他的生活模式 压根就没有概念 或者说毫无认知 所以 我再也不讨好任何人了 只能是一句空话 根本不可能实现 这就像在只会做西红柿炒蛋 这一道菜的情况下 你宣布 我以后再也不吃西红柿炒鸡蛋了 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我过去只会使用讨好 这一种生活模式 这样一种看待自身的视角 才是客观的 令你不再局限在 单一症状里的视角 采取了这样一种视角 你就会明白 我们在生活中会遇到 各种各样的情境 而要应对这些情境 除了讨好这种模式外 你还需要学会更多的模式 于是 问题就不再是 我要改变讨好型 回避型 焦虑型等人格模式了 而是 我要学会更灵活地 应对各种生活情景的手段 这样的视角 才是一种更广阔 更灵活 也更利于你 人格舒展的视角 那各位朋友 你又是如何看待 怎样建立健全人格的呢 也欢迎在评论区 和大家一起聊聊 本期内容我们就聊到这里 如果您想购买纸质书籍 可以点击音频左下角链接 也欢迎点击右下角的 点赞转发评论 是对主播最好的支持 欢迎继续收听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欢迎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